第七十二集 子叶到底是陆家的骨血 这种场合还是要体面的 他对妹妹笑了笑 表示刘亮并不会得罪他 他和妹妹几十年的患难兄妹了 什么都有数 什么也离间不了 子叶说道 哎呀 我倒是想让老太爷帮忙照管一下家务的 但是我们那个居委会啊 是不喜欢我们家老太爷的 刘亮并马上警惕的问 哦 为什么 哎呀 他们整天盯着老太爷 连小孩子都要汇报的 刘家的阿爸也忍不住了 为什么 有一次啊 老太爷跟几个学生讲 光学雷锋是学不到真学问的 这个居委会就到处调查老太爷的背景 哎呀 你们都晓得的那些居委会啊神通广大 刘亮的母亲说道 那是的呀 居委会是一级组织嘛 就像当年的副救会啊 刘亮的母亲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刘亮继续问道 那居委会调查出什么来了 你们最好去问他们 反正他们调查过后 就不喜欢我们老太爷了 刘家的几个人 一声不吭了 子叶继续说 我们陆家原来是有房产的 我们老爷子为了把我母亲那套房产要回来一部分 是调换到这里来的 所以千万不要搞错啊 冯丹绝这套房子里 有一部分是老爷子自己带来的陆家祖产 子叶把这段话说完 就像上完一节大课似的 大而化之的跟屋里所有人挥了挥手 转身走了 楼梯上响起了一连串 最久的脚步声 轻轻重重的 渐渐的远去了 等到刘亮和丹绝结束了五天的蜜月 从桂林回到上海 刘亮的三个孩子 也就成了丹绝的三个孩子 所以乘着一辆三轮货车 搬着所有的衣服被褥 来到了丹绝家 在此期间 燕石和学丰观在小屋子里 腾写着回忆录和书信记 燕石在大荒草墨上 盲写的那些稿子 润色已经基本完成 所以他口述起来 特别的酣畅淋漓 就像话剧演员朗诵背的 滚瓜烂熟的台词 三部书稿的整个腾写工作 进行到1986年的7月中旬 圆满收尾 一共才用了七个月的时间 学丰从杂志社偷运回来的十几本稿纸 现在那些细小的空格里 已经填满了字迹 落在桌上有两尺多高 当天晚上 学丰给阿爷和自己 来了一个庆功会 买了一袋进口巧克力 和人头马威士忌 学丰举杯的时候 说道 阿爷啊 住这两本书 早日出版 有这种可能吗 当然有了 迟早的事情嘛 这个世纪不行 下个世纪 一定能出版 阿爷那双视力 正在减弱的眼睛 转向了一大落稿纸 它不属于下个世纪 阿爷啊 你不相信啊 我相信 就是等起来很讨厌 对吧 学丰想 阿爷是等够了 等待某件事发生 是很难熬的 很耗人的 等待 把祖母婉育 也关在了一个牢里 对于好事和坏事的等待 都是牢 都会剥夺你的自由 这时候楼梯上 传来了三个孩子的脚步声 他们到外面乘凉回来了 刚来的时候 三个孩子跟父亲亲密抱团 后来 就只是他们三个亲密抱团了 严实心情好 打开了门对孩子们说 来 给你们好东西吃 三个孩子却不进来 一声不响地站在楼梯上 严实便以他的大手 抓了一大把巧克力 走出门 把巧克力放在 男孩子的两只手上 让他给两个妹妹去分 学风告辞的时候 是晚上九点 他走到弄堂里 看见流量的三个孩子 正在紧张地交谈 大妹妹说 你们有没有看见他的手啊 看上去老龌龊了 学风想 老阿爷的手 老阿爷的手 因为高原日晒 和几十年生冻疮 确实变得很脏很难看 这一点不怪孩子们 哥哥忽然说道 你们晓得吧 因为他是一个老罪犯 老罪犯都有一双大脏手的 小妹口不由心地说道 那我们不要吃他的糖了 显然 流量的父母 已经去了紫叶家林里的居委会 搞清了他们亲家公的嫡系 并且跟三个孩子交了嫡 孩子们认为 不管囚犯老爷爷是什么囚犯 让他们联想到的 总是鬼魅阴暗 从这样一只鬼魅阴暗的手上 接过的巧克力 难免也充满了鬼魅 雪峰走过去 一脸的质问 你们在想想什么 三个孩子看着他 脸上没有表情 背着他们的长辈 他们跟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表姐 那是完全的陌生人 两个妹妹都看哥哥 让哥哥为他们当家 哥哥到底圆滑一些 过了一会儿 便腼腆的笑了 马上切换了话题 他跟雪峰说了一句 阿姐 你走了 两个妹妹马上跟着说 阿姐再会 他们都知道 雪峰是老阿爷的人 正如他们的继母丹绝 也是老阿爷的人 说老阿爷的坏话 被雪峰听到 那就等于被丹绝听到 哥哥知道 他们兄妹是父亲拖来的三个脱油品 在继母的领地 切不可真实地做孩子 还要做父亲的耳目爪牙 要处处察言观色 见风使舵 使冯家的天下 顺利地转换为刘家的天下 他们甚至已经看出来了 尽管他们的继母 顶着这样的荣誉 那样的头衔 可是在人情处世上 是一个没用场的人 这也许就是 恩养冯一芳所说的 没用场吧 一般此类没用场的人 都有一身本领 他们误以为 本领可以让他们凌驾于人 让人们有求于他们的本领 在榨取他们本领的同时 至少可以容忍他们的清高 容忍他们独立自由地过完一生 但是他们从来不懂啊 他们的本事 孤立起来很少派得上用场 本事就算被榨干 也没有人会饶过他们 不知如何 自己已陷入了一堆悲锁 已经参与了勾结和纷争 失去了他们最看重的独立和自由 所以当年恩娘说 鹿烟时没用场 正是这个意思 学风看见三个孩子回到楼上去了 他远远没有想到 刘亮的大儿子 比他想的要圆滑得多 不只是圆滑 大儿子已经看懂了 他们这个新家庭的政治结构 架空冯丹绝 是完成刘家当家做主的重要步骤 也许他不是有心看到这种政治的 家庭矛盾中幸存的孩子 都非常早熟 容易养出一种畸形的直觉 他这么做 是直觉释然 他领着两个妹妹上楼之后 把那些巧克力 放在了寄外宫 鹿烟时的门口 鹿烟时看到这些被退回来的巧克力 他很诧异 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 有不喜欢巧克力的孩子 孩子们对他的嫌弃 让他在打开的门口站了很久 楼梯上的灯泡 本来瓦数就低 又蒙上了厚厚的尘垢 罩在七八块 包着锡箔纸的半圆形巧克力上 在他视力衰退的视野中 暗暗地闪光 假如他们没有那一点光亮的话 鹰尸就一脚踏上去了 踏上去 可能就会摔倒 他猜想着 孩子们并没有把这种危险考虑到 鹿烟时弯下腰 脊椎骨和膝盖里 又霹雳啪啦地响起来 替流量搬运家具都没有这么响 他把捡起的巧克力放在桌子上 发现他们还是软的 带着潮湿的温暖 形状也变了 孩子们手心上的不舍 都留在上面 这个时候大儿子冯子叶跟刘家老少已经成了死地 鹿烟时在两条阵线之间 两条阵线不是争夺他 而是推托他 倒不完全是为了房子居住 双方都怕老阿爷那不太漂亮的正着面貌 经不住邻居的横看邪丑 1990年的初春 一个年轻的汉子来到了陆家 说是要找鹿烟时老师 年轻的汉子有两个紫红的犬骨 跟老阿爷刚回到上海的时候一样 钱爱月把电话打过去 告诉老阿爷 有一个姓邓的人来找他 留了一个在上海的地址 烟时按照那个招待所的地址 找到了姓邓的汉子 两个人在外面吃了一顿饭 晚上阿爷来到了冯紫叶家 跟紫叶和爱月谈了一会儿 主要是让他们想开一些 别为了陆家的房产 跟刘家老少计较 而儿子马上会说 我才不会跟你一样没有用场 我一定要跟他们搞搞清楚的 陆烟时站起身 不再跟儿子理论 陆家到了紫叶 总算出了一个有用场的人了 烟时在他的孙女学峰的陪同下下了楼 走到理论里 他告诉学峰 今天来的那个人 是邓指导员的小儿子 叫邓三刚 当年他曾教过邓三刚英文 后来这个孩子考上了西北大学 这次 他是来上海出差的 其实学峰已经猜到这个人是谁了 烟时笑了笑继续说道 这个小三子 他现在 现在又调回老改农场里去了 做宣传科长 他的爸爸 邓指导员 生前最大的愿望 就是让这个小儿子离开那里 离开得越远越好 他上大学的时候啊 找的爱人 也是农场出去的 最近两个人都调回农场了 小三子告诉我 他不会跟城里的人 不会跟机关里的人打交道 他说他只能像他爸爸那样生活 才舒服啊 那个大草莫上来的邓三刚 离开上海一个礼拜之后 我的祖父陆燕石 失踪了 头天晚上 他的小女儿丹爵和丈夫 刘亮吵了一架 为什么吵 谁也不清楚 一般来说 丹爵在做出一步退让的时候 总会抗争一下的 吵两句 但是刘亮明白 丹爵最终自会听话 也许陆燕石是听见了 这段争吵走开的 也许他是早就蓄谋要走开 清晨 丹爵从房间里出来上马桶见 发现父亲的房门开着 就走进去 只有一封信 留在桌子上 是给我的 信非常的简单 告诉我他走了 让我来转告我的父母和丹爵娘娘 他怕告辞太麻烦 所以没有告辞 以后万一在美国的丹琼问到 替他解释一句 随便怎样解释都行 我猜想 是邓芷的小儿子给了他启发 让他意识到 草地 大的随处都是自由 陆燕石把他的衣服带走了 还带走了 我祖母冯婉玉的骨灰 因此